林大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少来这一套 不会被亲情绑架 其实在我们华人世界 这种孝顺好像是一直 我们强调的美德 我们都会从小我们就听过什么 百善孝为先 孝直人尊敬 仿佛你事业什么都其次 你只要很孝顺 大家都会帮你鼓鼓掌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讲 这种像刚刚黄老师讲的 其实这种亲情 不管是这种父母对子女 或是子女在对下一代 其实中间的这种互相的一种 我们讲说情绪上的种种纠结 真的是一个千古难解的议题 那特别像人文占星的角度 我们很强调这种 从小家庭环境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小社会 就是我们的父母 就是父母怎么对待我们 会影响我们成长之后 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 怎么去面对整个世界上面的 种种人际关系 所以从小或者是要留意 会不会去绑架我们的子女 亲情绑架 或者是会不会受到父母的亲情勒索 其实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我们今天特别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跟月亮 主要观察这两颗行星 因为太阳象征每一个人 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月亮象征着我们对于 跟母亲之间的互动 这两个行星为主 那上升星座作为一个参考 今天有上榜的朋友呢 要提醒自己 或者我们跟他学习 在本质上比较不容易受到亲情勒索 亲情绑架 首先第三名呢 我们可以观察的是 射手座的朋友 因为照顾与否呢 通常是自己决定 大家去想看看哦 容易受到亲情绑架的人 有一个特质之一是 他们的自我价值通常都比较低 比方说 从小就听妈妈说 可能像琪妈说的 我就是为了你 所以我辛辛苦苦的 就是我可能三十几岁 有很好的机会 我没有再嫁 或者是很多父母都会 妈妈特别会讲说 我就是为了你 所以我从小 就是我没有离婚 我待在这个 我不愿意的关系当中 那很多孩子听到 他们会有一种 自我价值的否定 因为觉得 爸爸妈妈为了我 牺牲很多 你知道他们会去 在自己有点 好像如果我不存在的话 我的妈妈就不用这么委屈 会自责 对 会自责 那那样渐渐会 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 会有一种扣分 这样没有事情 对 就会没有事情 那有些人会就 跟我什么事 立节拜托 那有时候只是嘴巴上说的 但他的骨子里 其实他某一种情绪 他会觉得说 对啊 你看如果没有我 也许妈妈可以过更好 更快乐的生活 我们讲说 这常常会容易被勒索的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但我们来看射手座怎么样 你去观察身边的射手座 他们特质很强的人 往往自我的这种自信 跟自我价值是很高的 他们觉得 我是很OK 我是很棒的 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 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一样遇到那种妈妈说 我就是为了你啦 所以我才多么辛苦辛苦的 把你们养大 射手座的人 真的会像篤林哥说的 当初你为什么不嫁 你为什么不改嫁 你如果改嫁 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他们就比较不容易 被这种父母的这种亲情勒索 比较理性 对 再来就是 大家不要小看 射手座的人对于自由的一个要求 他们不是不照顾家人 不是不照顾爸爸妈妈 或是不照顾孩子 但重点在 我不要因为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是一种被控制 射手座的人不喜欢被控制 他们觉得是今天我要自己做 我愿意照顾爸爸妈妈 这是我对你们的感恩 我自己来决定 我自己出发 做出这种行为 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被亲情绑架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说 特质是尊重家人 各自安好 有没有一样 我们很容易听到这种 有些父母会说 我就是为了你好 所以我要让你好好的学钢琴 我就是为了你好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念什么什么科系 很多父母会这样说 可是这也没错啊 没有错 但重点在尺度在哪里 就是说确实父母都是为了我们 都是一定是关怀我们的子女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给子女建议 但是我们会提醒爸爸妈妈 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们的视野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 我们觉得很好 是不是要保留一点点空间 让子女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 什么事都是说 我都是为了你好 然后都要听父母的 其实这就会容易变成一种亲情绑架 那我们来看水瓶座特质墙的人 第一 如果身为父母的话 他们会觉得什么 我对于孩子 我给你们一个底线 给你们一个大方向 但是你的人生要你自己负责任 其实水瓶座特质墙的父母 他们从小就会训练孩子 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起责任 所以当然本质上 他们就是不容易去 就因为亲情来绑架子女的这种 种种行为 那水瓶座的子女呢 就算他听到父母说什么 我就是为了你好 我才做这些 水瓶座的子女会回一句 你不要为我好 你为你自己好就够了 好 你去看哦 有一些 比方说水瓶座的孩子 在谈恋爱的时候 可能这个对象带回家 爸爸妈妈特别喜欢 或是特别不喜欢 水瓶座的孩子都会说 今天是我要嫁给他 又不是你嫁给他 我喜不喜欢最重要 或者是呢 这个自己不喜欢的对象 爸爸妈妈一直说 跟你讲这个人很好啦 你嫁给他绝对 所以日后不用烦恼了 他们会说 那你那么喜欢你嫁呀 你娶呀 干嘛要管到我 当然我觉得就是 互动的尺度在哪里 大家要有智慧的去 这个拿捏啦 但基本上 一样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下 比较理性的这种观察 不容易被这种亲情绑架 第一名呢 我们来看哦 如果有落在 母羊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是 在乎自己胜过家人 他们不是不在意家人 但是他们更会在乎自己 也就是说你去看哦 也许母羊座的孩子 今天好 这个难得回家提了一个 这个什么 买了一个炸 这个炸鸡回来好了 父母可能觉得 哇 孩子好孝顺哦 你怎么买了炸鸡回来 给爸爸妈妈吃 母羊座的孩子会回了一句 因为我自己想吃啊 所以我就买回来了 就他们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 比较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做 好 那或者是这种 其实有时候 亲情绑架 不一定都是用这种指责的哦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 有的父母会说 好啦我跟你讲说 这个难得不好 可是如果你开心 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种亲情的绑架 对不对 好 那有的星座会因为父母 这样子说 他们觉得 真的吗 那我就再想想看好了 但母羊座我们讲 他们有时候 不会考虑太多 他们就觉得 我喜欢 我就去追求 我不喜欢 那大家就不要在一起 也因为这种特质 比较自己一点点 比较自我想法的 不容易被绑架 那我们看琪妈的星盘哦 琪妈虽然我们刚讲 她上身母羊 但你看 她的太阳在天平 月亮在摩羯 她真的像刚刚黄老师说的 她非常的传统 而且你会觉得 照顾孩子 是你的责任 但是我要提醒琪妈就是 像你刚才 其实你很多的这个表达 真的有带有这种 真的是会用亲情来绑架 琪琪 怎么说 你看你就说了 你过得很好 对不对 现在你过得看起来很棒了 所以你应该要去照顾弟弟 你这样子对琪琪的要求 虽然没有错 照顾兄弟姐妹 这可能也是我们讲说 某一种这个家人之间的关怀 可是你这句话说出去 对琪琪而言 也很容易变成一种亲情的绑架 像黄老师 老师 很多人到老了 还是纠结在感情 家人 还有金钱上 你会怎么劝 我们这些老的朋友 这个父母亲对子女的纠结 是到和尚眼睛为止 所以有些人就会像说 刚刚那个张老师说的 就是你这个孩子就是不行了 那就是父母亲就是觉得 你不如我 虎父无权子 有些人就像你妈妈这样子 拉厉头的儿子 还是我家的好 所以父母亲的纠结 是到眼睛和尚为止 但是子女对于父母亲的 那个回馈跟感谢 跟种种所谓孝顺 那就不一定了 那你老了以后 你刚刚张老师也说得很好 不是只有说 你对儿子是穷苦辱 你老了以后 自己不准备好的话 你也是啊 你老了没有钱 你就要受苦了 因为你的病痛 都要医疗医药费 你到养老院也是需要费用 你花的钱是最多的 都是在老年的时候 虽然大家都说 我吃不多穿不多 可是你生病的东西 就特别多花的钱 再来你就乳了 你一穷你就苦了 你一苦你就受乳了 这个乳是 你在侮辱你儿子 现在变成你儿女侮辱你了 就妈你都不早点死啊 妈你就是因为怎样 像奇妈现在跟儿女说 你看我为了你三十岁 人家要求 追求我都没有结婚 那你看你第一说的 在这个讨人情 不管各种情 爱情 亲情 友情 情字不能讨 情字每讨一次就薄一次 到最后就无情 在讲你 以后这个故事不要再讲了 所以奇妈就 整天在讨这个人情的时候 到最后她小孩就说 就会像你刚刚说的 你学得多像 你干脆嫁了算 你一嫁了我们就没事了 我们搞不好 对不对 所以 对啊 你当初不像 我现在去哪里帮你找 对啊 你现在 你看她已经快要 六十岁的人了 你在去考你三十岁的人情 谁管你啊 对不对 那现在奇妈就是要自己 奇妈其实好会过日子的人 你看奇妈她女儿 但是她会过日子 可是她不会做人 她做人做得都太过头了 你看她把女儿 黄德威也就要 这样假生假少 做到拨来拨去才有担心 她厉害不好过 意见生活不是那么好过 那么这个女婿给女儿 女儿孝敬妈妈 然后买了名包给她 她拿去给媳妇 既然女儿还知道 女婿也知道 你说这个情何以堪 她会觉得说 所以很多父母亲的偏心 就会让子女觉得说 难道我乖 我能干 我有责任感 我是错的吗 真的 你知道吗 因为父母亲都是疼 都是疼那个比较失败的 弱者的需要帮忙的 可是对于这些乖的 能干的 有责任感 她就心理上还是有不平衡 但是因为她 她也许本质很好 或者她觉得说 孝顺是我的本能 所以她就不计较 但并不代表 你这个父母亲走了以后 她们兄弟姐妹是合得来的 对 琪琪有时候会生气说 你都给弟弟 都给弟弟 你都不给我 我说你已经有了 所以有 飞向酒 琪妈 你的臉 你又在乖 所以要少管 下一代的事情要少管 来 阿妹